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葳葳 那我們今天來到深圳 準備吃朝鮮菜 又吃我的家鄉菜 超開心好不好 然後呢聽說這一家呢 有網友一個星期來三次 就忍不住天天想要來吃的樣子 似乎蠻好吃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哈 然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麼正宗 但是聽說他是南山區粵菜的服務榜第一名喔 那我也先來領教一下他們的服務怎麼樣吧 人滿為患 現在時間應該是12點26分左右 現在這一條街全都是做吃的 但是唯獨好像是這一家有排隊 生意反正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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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幹嘛 好服務員 我想說那些服務員在打這個單子的時候是12點42分 我想說那些服務員在打這個單子的時候是12點42分 現在剛剛好過了一分鐘 我剛剛看的時間是12點58分 等16分鐘把所有的菜都上齊了 香蕾有這麼快的嗎 那我先吃一下我平常最愛吃的豪宅辣吧 就是他三吃的時候他的那個鹹味已經夠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他沒有給我放那個魚露 今天給我配的是 口感很酸酸辣辣甜甜的那種辣椒醬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給我配這種醬 他底部是超級嫩的蛋 然後表層才是這些比較脆的地方 所以你吃起來是有那個層次感的 然後好像是保持他的精鮮和甜度的 所以這個超級OK 跟其他家吃起來不同 但是我個人可能還暫時接受不了 搭配辣椒醬醬醬的東西 我們朝上那邊吃魚 他還會吃那個調料的味道 就是他會吃那個食材的新鮮 加一些調料的味道 然後我剛剛嚐到那個魚的味道是很鮮的 就是我們老家那個獨有的魚 然後再加上這種酸菜也是 就是那種醃製的味道 就是老家醃製的那種味道 所以獨特味道加上獨特醃製的味道 就是變回老家那口味 我覺得這個是正宗的 蒸完之後呢 它要冰鎮一個小時左右 這樣會讓那個龍蝦的肉更緊實 然後整體吃起來的那個味道會更鮮 很甜 首先廣東人吃東西就講究一個鮮字 所以他敢這樣子蒸的話是一定是非常新鮮的 然後本身那個蒸的話 新鮮才會顯得那個龍蝦肉會夠嫩 然後吃起來那個味道會更加提鮮 提甜 是朝鮮特點的嗎 那我都不知道 但是因為海鮮的話應該 朝鮮本來就很濃 那本來就是泡海地獄嗎 為什麼朝鮮人是愛拼 因為 魚片 都吸引人在海裡的冒險啊 嗯 嗯 嗯 德魯水來囉 試一下這個茶 哇超級大 這個醬就是很很經典的配醬 就是一個白醋加一點點蒜醬 嚼幾下就化掉了那種感覺 而且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入味 我沒有在賣廣告喔 我是真的覺得好適合 這應該是有魚乾吧 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好吃耶 真的這個超好吃 這是入口即化那種感覺 然後超入味 那滷水應該是滷了很久了 是不是有那種感覺 一攪進去就是化那種感覺了已經 瞬間化 好厲害喔這道菜 雖然現在好閃爛我們有點不明白 但是這個滷水我負責不誇一下 我覺得出品都是保持著正宗的潮汕口味 我是蠻喜歡的 然後價格方面的話 四百不到點了八個菜是不是 然後我就覺得哇超值 因為單單那個大龍蝦已經是一百六十多了 雖然人是很多啦 然後他這邊的服務是跟進的很快速 很到位 那這個我是滿意的 所以這個評分的話我會打4.5星 那好囉 我是薇薇下次再見啦 拜拜